伊朗西北部东亚塞拜疆省 新任省长佛拉姆宣誓就职时被人掌挂 佛拉姆在就职典礼演说期间 被一个由后台报出走近的男人掌挂一巴 两个人在台上对视 多个保安人员 其后上台拉走那个男人 佛拉姆曾任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 据报曾被敘利亚叛军绑架 他说不认识施责的男人 说自己在敘利亚被俘虏时 每日都会被对方鞭打十次 希望大家原谅那个男人 叛官方通讯社报道 施责的男人因为不满游男护士 为太太接种新型肺炎疫苗 先掌挂佛拉姆